近日,演员张国立在接受中心社记者采访时透露,自己指导的首部话剧《我爱桃花》即将上演,首次当话剧导演适合感受,为何会与话剧结缘,张国立在镜头前,娓娓道来。 大多数观众认识张国立是从影视剧开始,1988年,她出演电影《玩主》,获得好评。 1996年,在向刘罗郭播出,张国立凭借《乾隆一角》展露头角,第二年,她主演了《康熙威福斯访记》《火遍大江南北》,而此后的《铁齿铜鸭记小兰》再先收视热潮。 但事实上,张国立最早是一名话剧演员,1983年,她从铁路文工团转业到四川人民艺术剧院,成为一名话剧演员。 1987年,她参演了《四川仁义》排演的名剧《朱丽小姐》,演出效果极好,让不少戏剧界的前辈大家赞赏。 他们当时看完以后,他们不知道谁不经意地说了一句,说这孩子这个天地应该是在舞台上。 就这样一句话让我一直都,一直都就是心里头种下了一颗种子,就觉得老是应该在舞台上去发挥。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,剧场进入沉寂期,演员们纷纷改行拍影视剧。 但张国立说,自己对话剧的敬畏之心一直都在,多年来,只要有话剧演,她都尽量去看。 2017年,她再次以话剧演员的身份站上舞台,两年后,她指导《我爱桃花》。 回忆起和《我爱桃花》的渊源,张国立说,2001年,邹靖之受邀创作了话剧,她是最早读剧本的人之一。 我喜欢她剧本的文学性,喜欢她剧本的这个故事,也喜欢这个,能从这个剧本里你看到我们演员的表演的那种多重情,所以特别喜欢。 但是,我又没办法自己演怎么办呢,我就跟她说,我们两个把影视剧版全给我吧。 《我爱桃花》取材于明代的《你画本》小说集《行事言》,用戏中戏的结构讲述了一个会错异了的故事。 谭吉指导话剧和影视剧的区别,张国立探言,话剧中能用的手段比影视剧少得多,这对演员的表演提出更高要求。 因为戏剧最硬核的部分是演员,其他的部分都是辅助手段。 如果你没有演员,你把这个舞台做得再炫苦,没有用的。 硬核的部分是表演,演员的表演。 他们把一个一个生命的人物和这个故事给了观众的时候,其他的东西一辅助,多了都不行,少了也不行。 如今的张国立除了拍话剧,还参加了两党综艺节目。 节目中,有次她一年工作18个小时,妻子邓杰称她是工作狂。 近年来,张国立一直活跃在银屏上,这背后是她的敬业和坚持。 我就是觉得,事儿吧,你只要接了,你就要尽量给它做好。 其实我是没有那么大的强的体力的能力的,我也有的时候也是真的是, 录完了以后浑身疼啊,再躺一天啊。 但是你没有办法啊,你只要把这个事儿你做上了, 你就得给人认真真地对待啊。 你的那种状态,你得撑到最后啊。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。